好 很多女藝人呢 你一開始覺得她是一個 伶牙俐齒 然後講話非常凶狠的存在 但是自從有了小孩之後 她好像變成一個人 變得格外的溫柔 今天就請到四位 本來是兇殘的女明星 然後現在變成是小天使 歡迎 十六姐 歡迎菁姐 宋哥 阿甜甜 你們以前到底是多兇殘啊 我覺得我看起來就是那種 慈眉善目 但是自帶氣潮 所以人家看到我 我就是會覺得害怕 很兇這樣子 還是說妳很喜歡找別人理論事情 我其實不會 但是我只要覺得自己是對的事情 我一定就是 一定就是義正言辭 然後尤其都是在工作領域上面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拿出專業來 所以一旦我發現 如果有人是不專業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過於主張自己是對的 然後沒有去顧慮到別人的感覺 妳會聲音變很大聲 或是有出現一些就是 人身攻擊之類的 不會 我從來不會大聲講話的 所以妳可不可以小聲的那個 攻擊對面的人 可是我現在已經不一樣了耶 妳已經沒那個殺傷力了 我現在人家都說 看我已經跟完全 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樣 我連口齒都已經有點不輕了 可是妳還是保有原本的工作吧 對啊 我還是在主持 但是現在的工作領域 大家看到我覺得說 明璟妳 妳生小孩之後 我不知道怎麼說 妳就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然後我說真的嗎 因為我在以前 我看到人家也是都會 因為我也覺得我都在禮貌的笑 那現在也是禮貌的笑 可是別人的感受就是不一樣了 而且妳的穿著跟妳的搭配 也比較先老氣對不對 先老氣 現在已經老氣了 你以前是很 俐落的一種 一樣很一樣啊 現在是有比較媽媽快 可是的確是媽媽啦 總不好再穿得太誇張 所以妳有在追蹤她喔 有啊 我誰都追蹤的 所以妳有覺得她以前 是一個就是兇狠的女生嗎 因為以前我覺得她只要不笑 就會覺得很難親近 然後她開始講話的時候 就會覺得 好像跟她 就是要跟她同台的話 最好 就是會有這種感覺 說不過她的感覺 對 那只有姐更不用講了 她以前 好可怕喔 妳為什麼 對 妳現在為什麼 還是有這種 傷背都可以感覺到妳的殺氣 沒有 我已經改很多了 妳是在裝娃娃音嗎 我沒有 我已經不一樣了 妳以前是多可怕 其實我也沒有很可怕 我覺得以前只是 沒有小孩跟老公之前 比較天不怕地不怕 我覺得那不一樣 以前只要我開車在路上 有人抄我的車 我一定會追她 然後開到旁邊 然後開窗我一定要罵她 然後擋她的車一定要叫她嚇 那種 就是不會怕啊 妳也不知道在怕什麼 我一下真的是流氓怎麼辦 不會啊 我一定比她兇啊 我們為什麼要說她 妳就把她罵到她會怕啊 所以妳罵的人是很順是不是 對 結果以前 就覺得好像 然後就像有人排隊 你知道有人插隊 我一定會說 妳為什麼要插隊 大家都在排隊 妳為什麼要插隊 妳長得比較高 比較漂亮是不是 為什麼要讓妳過 我 幹嘛還要誇她幾句啊 對啊 最高又漂亮 是可以插隊的 對 所以她如果罵我是她的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以前 就會什麼都會想要強出頭 所以妳老公是亮哥沒錯吧 對 對 是小亮哥 不是補學亮 我知道 OK 好 還在婚姻中 有 還沒離婚 所以她活得挺好的 她應該是很怕妳吧 其實沒有 其實我就很奇怪 我以前在外面這麼兇 但是我碰到我老公 我就完全沒辦法兇 因為她比我還兇 她比我還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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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感覺很好 先生耶 妳們是被欺負耶 妳們就是出國 沒有...妳只要看姿佑姊的臉書 她們出國的照片 姿佑姊在旁邊 真的很像小女人一樣 是... 所以我很常看到 我就覺得她跟我一樣很親切 因為她老公是小亮哥 就跟我男朋友身高差不多 所以我只要每天看她們出國拍照 我就覺得 好甜蜜 好親切 好恩愛 因為而且姿佑姊比較高 可是她在旁邊是 這樣小鳥依人的拍照 她們倆是這種 一直擺很多甜蜜故事的 會...妳二十年後 妳也會跟我一樣 就會這樣嗎 但這要經過這二十年 對 因為像Peggy她也是生完小孩 對 當媽媽了 對啊 以前 真的有差嗎 我覺得差滿多的 但我的... 我覺得我的差別還好 只是耐性 我覺得我以前 尤其在工作上其實 不喜歡重複太多次 然後生小孩之後 我可以 但是我身邊真的有朋友 差十萬八千里 就是她可能是那種 會罵客戶 然後可能是那種 講話非常銳利 然後真的是脾氣爆就是爆了 然後就是不會給妳有任何 可以犯錯的餘地的 那種女強人 可是她自從懷孕之後 那個溫柔 那個散發出來 然後就會突然說不好意思 我剛剛好像有點忘記 然後她自己這樣跟我說 我以前 因為她有點聰明到 我是一個不可能忘記事情的人 然後她可以把那種 三十天的行程都隨時 你問我哪一天 我就知道 事實上我要幹嘛 所以她就覺得 你不可以忘記事情 可是當她當媽媽之後 就是常常會忘記事情 她就覺得要 就是要友善一點 對 慢一點 慢一點 而且她知道說 有時候我們晚上哺乳 晚上不能睡覺 你可能就精神不好 早上起來想事情比較慢 對 她就覺得這是真的了 以前她就是無法體會 我覺得這是她親身經歷 經歷 對啊 所以甜點妳是 妳現在有變溫柔嗎 我覺得我差超多 因為以前就是在 妳不要今天故意講話小聲 對 今天做 做得很小聲耶 沒有 沒有 因為 以前我在康辛點知道 我真的就是 超級犀利 然後講話口無遮攔 就是一個白木鬼 因為我就是 以妳為指標嘛 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得罪 壞了一波耶 真的 真的 我會罵她 快點姿佑姐 我可以這樣子呢 怎麼了 我們以小S為指標 但是我們要學她的端莊 她端莊 她以前頭髮還沒動耶 對 反正就以前我就是常常 就我什麼也不怕嘛 然後我就覺得說無所謂啊 反正酸民罵就罵 然後有時候製作單位 可能會覺得太過了 我就覺得說 這是我送妳的禮物耶 可是現在的話我就會覺得 要多保留一點點好的形象 因為畢竟未來 可能我的小孩長大之後 他們上網看到 所以是為了小孩而改變的 對 可是妳那個真性情還在嗎 妳說哪一個真性情 就是那種就是 口無遮攔啊什麼那類的 其實我本來不是 我就不是口無遮攔的 我就喜歡講真話 講真心話 就是跟妳一樣的人 妳要一直 哇 妳好像趁熱度耶妳 對 這不是趁熱度 其實每一次都是 講完就會回到妳 不知道為什麼 這不是趁熱度 我們各過各的好不好 這倒行 不是 妳講妳的故事嗎 妳講妳的故事嗎 各過各的 就是妳像妳久後三學 妳會講那些真心話 然後不管是傷心的 難過的 那都最真實的 我懂妳 那就是 因為我們是 The same 你知道嗎 The same 對 妳有沒有真的是 以前瘋到人家覺得說 我連跟你同台我都很怕 以前呢 我有一次上節目 是已經要去錄囉 都要去錄的路上喔 然後突然間 那個製作單位打來說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沒有說 像現在我們都會講說 藝人有誰誰誰 他們都現場才知道 然後那個藝人知道 是跟我同台 他退通告 因為他覺得我講話 太犀利了 他覺得跟我同台 他會講不到話 而且他會怕 然後他就退通告了 所以那個人就是死生不跟你同台 可是後來其實 可是後來其實我們也變朋友 只是那個時候 他就覺得說 跟我同台好像很可怕 因為我講話好像很犀利 他沒有 他還沒有準備好 可以承受我的一些 接不住你的話 什麼之類的 他也曾經跟我講過 他們覺得在路上會 隨時被路人打死的那一種 因為我是可以那種 比如說大家一起出去唱歌 然後微醺的狀態 就有曾經發現過 發生過就是在同一個電梯 然後有一個男生 他大概站起來就到我這 然後我就已經在那邊微醺 然後他也微醺 他說 你長那麼高 這麼化 你是喝多少 然後我就站在他後面 一直這樣搓他頭 我說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再說一次 你給我說說看 就是會瞬間炸裂 路人 那會抓狂 對 然後而且 我朋友最害怕的是 我後來還追到外面那種 那種 KTV外面不是那種 那種什麼烤箱場 烤那種米場 然後那一個人 就已經不鳥我了 他去那邊吃糯米場 然後我還把他搶過來說 吃什麼吃啊 你剛剛那一句話 你再給我解釋一次 我長得病 你剛剛就不能暈嗎 然後就在路邊找人家理論 然後我 你好可怕 不認識了嗎 完全不認識 就路人 那妳應該是市裡面 最可怕的人吧 對 妳這個是酒品不好吧 不是 不是 因為酒品不好 我們是在理智以外 不是在理智以外 就妳過妳的日子就是 妳幹嘛 妳能暈我不能暈是不是 那人家吃糯米場 看妳什麼事 我也想吃 妳都在去一起吃 妳再點一吃就好啦 就覺得妳沒有給我一個交代 我就覺得這件事我過不去 她有什麼交代 要請妳吃糯米場 為什麼剛剛要那樣講 妳講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可是這是在妳後序的情況之下 妳有沒有清醒的時候 也是這麼瘋狂過 有 我清醒的時候 好像也差不多 就我很容易 那時候就是工作的時候 比如說模特兒在後面 換衣服什麼 那當然有的時候 後面的衣服可能忘記 因為妳忘了包包忘了什麼東西 導演就會 妳為什麼會忘記 然後我就會到後台 我說妳可不可以就是記得 我們現在在做這一件事情 就是努力把它完成就好了 有這麼難嗎 我說我也很忙 妳也很忙 那大家合作一下不行 是不是 然後就有曾經 就是Dresser不送 他們就會什麼大頭針放 就會想要報復我 一下放這邊 一下放這邊 然後就是針灸 那一類也都有 對 所以我那時候朋友 跟周圍的就是模特兒的 這一些同事 他們都覺得說 妳有一陣子朋友很少嗎 我在我們公司沒朋友 現在你有朋友嗎 我現在有朋友 當了媽媽之後真的會有 有媽媽的朋友對不對 有媽媽的朋友 就大家都會變得比較 軟一點這樣 所以妳以前是獨行俠喔 我是獨行俠 因為我就覺得 一群女生 你們在那邊唧唧喳喳 可是不要吵啊 好可怕 然後又人高馬大的 真的耶 而且妳現在覺得 我們很吵嗎 不會 我覺得 現在這樣很好啊 就當了媽媽之後 就覺得不一樣啊 所以如果妳們兩個對看 妳們就覺得 誰會壓過那個 對方的氣勢 好可怕啊 我在這裡看 她就覺得好可怕 再一次再贏 再一次對這 我覺得好像還是姿佑姐 我怎麼了 我沒有 我很溫柔的感覺 沒有 妳很放鬆 聰哥是卻有一種 對 對 聰哥剛剛感覺 已經小慌了太調美了一下 我現在對付不了她 我等一下再來對付她 可是你們覺得 可是你們覺得 生了小孩之後 就是你們可以為孩子 做到什麼程度 這很多耶 因為我以前 我連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就是只要有人 在同一個空間 在那邊刷牙 我都會覺得 我想要回家了 我沒有辦法接受 覺得好噁心喔 刷牙生而已 為什麼我不來刷牙 我沒辦法看 就是 包括一開始結婚的時候 看我老公一早在那邊 在我面前刷牙 我就 好噁心喔 我就覺得 為什麼… 這是妳自己的一個小潔癖嗎 她表情看 就覺得隨時有什麼東西 可能要 這樣出來之類 所以妳都跟她接吻了 那個有差嗎 那不一樣啊 就覺得感覺很好 妳就不喜歡她在親口腔的 對 我不行 然後 我朋友他們也知道 然後是有一次大家出去吃飯 小朋友那時候還小 那小的時候不是那種鼻塞 都有吸鼻氣嗎 對 吸鼻氣 對 然後結果我那一次出門 忘了帶吸鼻氣 結果我吃飯吃到一半 女兒整個鼻子塞住 我覺得 她很已經 怎麼要吸啊 對 我就直接 就直接 把飯吞下去 然後用嘴巴直接把她鼻皮吸起來 妳先擦嘴巴 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她隨時可能快窒息了 就想要先救她的身體 她的翼不都是妳的那個嘴 不是 再擦她的鼻子就好啦 就可以這樣子 或者是 最印象深刻是 女兒便秘的時候 也用嘴巴吸啊 沒有 因為一根 金針菇 然後我爸在旁邊就眼睜睜看 我在那邊拔金針菇 然後我爸就說 他說妳在幹嘛 我就說因為這個不拔 它就卡住 我手排伸進去裡面 對 一定要 一定要回收一下 然後我爸又說 妳現在怎麼變這樣 妳為什麼 變得跟神明一樣了 什麼都能做是不是 對 就什麼都可以做耶 就當媽媽做什麼結果 對 連做什麼都可以 就是 我覺得都可以 我覺得她剛剛在講金針菇 她剛剛在講金針菇 有一次我兒子她便秘 然後你知道小嬰兒的便秘 他自己完全沒有辦法拍出來 然後整個晚上肚子脹得 跟一個奇蛙一樣 對 然後我就擦髒氣道 對 然後她就一直哭 妳當媽媽妳就會很擔心 然後我就趕快打電話 然後她就問傷勢的醫生 她說那妳現在也只能夠 手去擦凡士林 然後先在她肛門旁邊按摩一下 看能不能幫助出來 然後按摩了兩小時 仍然出不來 那就只好就是手進去 在裡面幫她 而且我還找到了那顆 硬硬的小石頭 我想辦法這樣慢慢摳 好不容易摳出來 然後妳知道 然後整個指甲縫裡面都是大便 其實妳那好幾天是都刷不掉 可是妳當媽媽的時候 妳完全不會去想這些事情 只希望她的便便趕快出來 我覺得當媽媽對小孩 她就是一種沒有底線的 因為妳知道小孩 尤其剛出生的時候 妳知道她永遠 妳要幫她換尿破的時候 她就是會尿尿在妳身上 對 然後妳要幫她換 而且剛生出來的小孩 她的屎都是炸的 都是永遠炸在妳身上 那妳也就讓她炸 妳也就是會自己 對啊 就覺得 對 就沒關係 那屎尿 屎尿在妳身上 妳也覺得人間美味 因為就是自己的小孩的 我覺得這所有的事情 都會 妳都會覺得沒有什麼 因為只要小孩能夠舒服 或者是他能夠恢復 那就OK了 對啊 就覺得沒什麼 宋哥 可是如果你老公鼻塞呢 真的醒不出來 妳就願意幫她吸出來嗎 我還管她 她真的哭不到氣了耶 她就已經點顏色帳紅 然後說老婆救救我鼻子 那個什麼 妳會幫她塞幾個棉花 她就是那個人 我等了 我會等那一天的 好笑 好快 就加油 我爸爸加油 對啊 她真的嚇人了 對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叮叮